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有时候也会出意外 就比如说对四川省雅安市天权县的高翔来说 他某一天也去住了一夜宾馆 但是发生的事却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谁能想得到他住的那宾馆的客房居然发生爆炸了 爆炸之后高翔受伤非常严重 全身有95%的皮肤都被烧伤了 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士 性命垂危 这样的伤情别说亲人了 既然我们看了都忍不揪心 那我们就想问一句了 好好的住在一宾馆里头 宾馆的客房怎么会发生爆炸 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一下这个高翔 高翔仰安市天权县人 多年前离异了 独自一个人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儿子 为了养孩子高翔去成都打工了 他把儿子交给自个儿母亲照顾 事发的那天高翔正好想儿子了 就坐车回到了天权 可是等他到了家门口 他才反应过来 他归信匆匆 时间这已经将近半夜了 更重要的是他居然忘了带家里的钥匙 如果这会儿敲门 家里的一老一小估计就没得睡了 所以说为父为父的心 总是想得很周旋 于是高翔一个转身 他就离开了 去哪儿呢 他打算找个宾馆住一夜 明天一大早再来给儿子一个惊喜 就这样高翔花了七十块钱 在天权县城这家名叫天兴园的小宾馆住下来了 但是他自个儿肯定想不到 他第二天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家了 因为当天晚上他居住的客房发生了爆炸 高翔也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副重伤的模样 当高翔的母亲和未婚妻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是十分的震惊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高翔竟然会遇到这样的祸事 高翔经历的爆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去高翔的母亲说呢 他赶到医院的时候高翔还能说几句话 当时呢高翔是这么告诉他大 他半夜起来打算上厕所 刚走进卫生间似乎就爆炸了 这就怪了 你说一般我们认为的爆炸总得有个引子吧 比如说起火了 再比如说什么电源短路了之类的 可是上个厕所就爆炸这位面有点说不通 当然了警方呢也及时介入了 开始调查这个案子 高翔已经是没办法再说出什么了 于是呢警方就对周边展开了调查 这位呢是天心园宾馆的老板曹女士 她身为宾馆的老板 可以说跟爆炸那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那她是不是又知道些什么呀 曹女士这么说的 当天早上八点多钟她正在楼下的吧台 突然的听见了爆炸声从楼上传来 曹女士说当她闻声跑上楼的时候 高翔已经被炸伤了 我进来的时候呢 那个客人呢他是站在门口的 他就是闹 他哎哟哎哟的 我说你抓紧了 他说我们这个可能爆炸的一瞬间呢 可能场面呢 有一个说说呢 就抱来 踩在她的桌上了 结果一次上来 就那个人呢 叫杨成 他呢就把她的这个锁锁呢 给他切了 切了过后就把铁人呢 就弄下去了 至于爆炸的原因嘛 曹女士居然想得很迷茫 她表示 是 这爆炸嘛 是在我的宾馆 没错 但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爆炸 更重要的是 曹女士强调整个宾馆 那么多房间 只有高翔住的那间 505客房发生了爆炸 而且也只炸伤了高翔一个人 其他客房都是好好的 更没有其他人员受伤 所以呢 这个曹女士简直就是一头雾水 这么说来呢 有一个猜测就不得不说了 只有高翔一间房炸了 那会不会其实这根本就是高翔的问题呢 是高翔还隐藏了什么秘密 或者是有人故意要谋害高翔 在房间里头装置了个炸弹 这个猜想那就不太好 但是很差 这是一头发生的 那么他就在学得了 这个人的雾水 我也会感到对 没有秘密 我不会紧 这一个人是 选择的 那个人 如果是温暇 高翔 就复天 该活动 始终的 如何 本船 你 该活动 这一项 工作 现在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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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句话都是 我还是没得钱 我没得办法吗 高翔的家属认为 高翔付了钱入住宾馆 现在出了事 宾馆方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这样 双方是争承不下 但是就在争承托的同时 高翔那边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他的伤情迅速恶化 就在爆炸发生的16天后 高翔永远离开了人世 高翔的离世让人惋惜 高翔是个孝顺儿子 是个好父亲 他住宾馆仅仅是为了深夜不打扰熟睡中的母亲和儿子 却没想到遭遇了这样的浩劫 与此同时 查出爆炸原因就显得更破天了 满老话说了 怎么着也不能让人死得不明不白 是吧 于是警方就加强了调查力度 也扩大了调查范围 也正是在之后的调查当中 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相关部门竟然调查到 就在高翔居住的天兴园宾馆发生爆炸之后不久 宾馆附近的另外三个地方 竟然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 几起爆炸前后相隔不过十几秒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同一个片区四个地方 怎么会相距发生爆炸呢 这几起爆炸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5吨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一位37岁的名叫高翔的男子 入住天泉县城的一家宾馆之后 遭遇了一场爆炸 全身95%被烧伤 并且因此丧命 那么这起爆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调查期间相关部门了解到 就在宾馆发生爆炸之后不久 宾馆附近的另外三个地方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 及其爆炸前后相隔不过十几秒钟 这个爆炸的地方距离高翔所在的天星园宾馆只有几百米远 这户居民说当天爆炸的时候自个儿外出了 回来才发现卫生间的地砖炸裂了 也幸好自个儿当时不在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就在宾馆后面一家住户的厨房里 也发生过类似的爆炸 这就奇怪了 高翔宾馆所在的房间跟这些住户并不是同一栋楼 也相隔了好几百米的距离 怎么会同一栋楼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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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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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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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仅是这两处 有人就说了 就在同一时间 还有个地方也爆炸了 而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了 它就是宾馆周围的一个化粪池 那化粪池为什么会爆炸 周边居民反应 因为化粪池的排气孔 经常会被堵住 导致化粪池里的涨气 无法正常排出 就溢到了空气中 周围的住户都曾经在空气当中 闻到过刺鼻的臭味 他们都说是涨气 应该说我们想应该死 要不然的话 我这打发会影响 有了这个情况 那么高翔经历的那场爆炸 似乎就有迹可循了 高翔遭遇的这次爆炸 会不会与涨气泄漏 化粪池爆炸有关呢 宾馆老板曹女士觉得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主感到是这样的 从那这样 是你常这样出去的 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这样出去的 与此同时 宾馆的老板还指出 在27号高翔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29号 政府在化粪池旁边立了一块牌子 他这个牌牌超级地点 他是29号 就是出了实行过后 出了实行过后 他才是太凶了 因为星期一 29号是星期一 我们的房间里面 那个千燃气公司 他游来监测了 门都不能进 刚刚到门口 就那个报警器就全部满足 哎呀 我们当时也吓傻了 我们也赶紧去找他 宴政府 宴政府也觉得事态很严重 然后才来那个 还全部有再开门再开窗 是这样的 曹女士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还有个疑问没解开 那就是客房内并没有生活 做饭了厨房 也没有使用沼气和天然气 怎么会和化粪池 沼气爆炸扯上关系 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下结论 还必须得请这权威机构 来进行全面的检测 天心园宾馆在事发之后 改名为天心海富酒店 可是他却不能改写高翔的命运了 没过多久 高翔67岁的母亲高建真 11岁的儿子高韩肖 一指诉状 就把天心海富宾馆告上法庭了 之后法庭也要求天原县安检局 美国权威机构 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是 燃气公司管道泄露天然气 及市政排卷系统化分时产生的涨气 具体达到爆炸极限浓度 与火源引起爆炸事故 而这个天然气发生泄露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 一个是天然气官道的脉色的深度不够 而一个是灰天的物质不合乎要求 有砖块挖泥石头 那道理应该是软土 而且封闭 灰天也不密室 所以说导致地下一个空间 就形成了一个天然气的一个 同气管道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天心园宾馆的505客房 并没有安装天然气管道 这地下泄露的天然气 怎么就到达了高翔所住的505旁边呢 经过鉴定 结论是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天然气管道 与石正的排水管 与排水管 它是挨到在 很紧就是在一上一下里 很紧 而这个排水系统的排水管道 又发生了破顺 所以说这个泄露的天然气 就通过这个排水管道 就到处穿 天然气通过排水管道这么一穿 这大麻烦就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排水管道 跟我们家家户户的卫生间 都是相连相通的 水可以从卫生间流到排水管 反过来气味也可以从排水管 漂到卫生间去 而为了隔绝下水道的这种臭味 我们每家每户 基本上都会做一个装置 那就是这个 沉水弯 这个弯管里头存着一定的水 有了这些水的阻挡 气味就没法通过排水管 去到卫生间 一来是为了防止异味 二来其实也是有安全的意识在里边 防止排水管里的一些沼气 什么的其他的气体冲上来 可偏偏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爆炸的505客房啊 它的排水管相当特殊 因为天星园宾馆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装修的时候 居然把505客房卫生间 这个排水管的沉水湾呢 给拿掉了 同时呢 这个宾馆在盖造的时候 有不符合规范 主要是这个宾馆房间里 它的排水管里沉水湾 去掉了 拿掉了这意味着什么呀 那些渗透到排水管道里的天然气 自然就可以大摇大摆 毫无阻挡地进入到505客房的卫生间 当然这只是危险的第一步 事实上 咱们住过宾馆就知道 卫生间呢 都是安了这个排风系统的 只要排风系统在工作 这些天然气呢 也能够及时地被排出去 不至于到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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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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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与火影就发生爆发 得失了原因之后 认定天然气公司 天权县市政管理中心不服提起了上座 2018年2月29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社会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社会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供更多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这种公共服务 社会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实际上 事实际上高翔 事实际上高翔出事的时候 她都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现在她只能无奈地离开了高家 不过高翔的母亲表示 有了赔偿款 她将会好好地抚养孙子 长大成人 现在就是感谢法院 对我们一些不公正的判别 判斤过后 二天拿着钱过后 我来过去把公家的孙子抚养成人 她读的时候尽量不跟她读书 这这么讲我 儿子我已经学没 这已经读苗苗了 案件说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起爆炸所引发的悲剧 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还是让人颇为感慨 甚至十分担忧的 你说谁家没有个天然气管道 哪个小区没有化分池 或许平时我们对这些都只是粗开一眼 根本就不会觉得有多的危险 是啊 如果维护管理得好 那是不会出什么事 但是一旦管理上有疏漏 就像高翔经历的这次 一样 那么带来的就有可能是生命的逝去 家庭的凌落 乃至周围居民全都人心惶惶 所以说不仅是天然气 还有很多生活当中日常需要使用的能源 甚至设备 像电路 像电梯 这安全工作真的是一刻都不能放松 得实时监督 责任到人 只希望高翔这起事件能够成为个案 成为过去 未来相关部门 相关责任 人得以此为警示 狠抓美术细节 能够真正的保障 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这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通方式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你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么就请到各个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